無能為力 蛤? 無能為力 無能為力是個字 簡單的音樂 這是一句 對啊 沒有啊 會用幾個草野說的方式嗎 雙手萬人 都說已經要無能為力了 是沒這個興趣 是 人會隨著年紀慢慢的就心有餘力 我這一次才知道說原來他們很多 因為小哥帶了很多香港的朋友來 他們其實都是夫妻 然後他們到了住房的時候 我們都想說那夫妻應該是同一張床 結果後來他們全部都分床睡 他們都要求房間裡面要有兩張床 我就問他說你們怎麼會這樣子 他說等你結婚超過20年之後 你就會發現自己一個人睡覺的品質是很重要的 可是他們看起來感情都超好 對他們在生活上的感情都好 他們就說睡眠的時候可以兩個分床睡 所以大家睡的睡眠情況 這個小哥就應該比較知道 啊 其實這個狀況是我父母也是以前 我爸爸還在的時候跟我媽媽感情也很好 會分房其實最大的因素 所以是應該男生在45歲過後會打呼 男的跟女的都一樣 對對對 你呼吸到你那個打呼的聲音很大聲 對 家常又不好睡 所以一定就會 就是可能要工作什麼 所以基本上很多東西是分開睡覺 嗯 我不知道想要哥會不會打呼 欸你時間也差不多要到 可能會啊 我怎麼知道我睡覺 我怎麼知道今天打呼 對對 那跟嫂子還有一起睡還是分房 分房 跟大嫂啊 嗯 分房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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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 兩個作息時間不一樣 對對對 因為他們工作時間不一樣 可能是我工作的時候是 腳班滿班 很多時候 對那種 那麼回來 他在排行班的時候 我所有的他睡覺 因為習慣是這樣的 因為年輕時一帶 可能有可能打呼啊 可能 因為有些時候去應酬 應酬很多人會走 沒有影響他 他睡到那麼好 好天心啊 很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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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走啦 大家都已經習慣了 你這個房間 我另外一個房間 就是這樣 對 對 其實我不是 不行的啊 其實還可以啦 不是不行 喔 喔 你這個很重要你要講 你沒講 大家都誤會 會被標題喔 對啊 想問我這個問題 潛小孩聽房事 無能為力 哈哈 我想的時候才會找嫂子這樣嗎 蛤 想要的時候才會找嫂子這樣 基本上我都沒有 現在很多人沒有這個思想 真的 我其實基本上很多時候 跟我最小的孩子去菜車啊 去旅遊啊 嗯 把這個 對啊 六分區 有很多朋友陪我一起旅遊 有很多工作 等我去做 你應該把這個 那個市場 嗯 現在已經享受天輪之樂 不是享受蹲輪 對啊蹲輪 哈哈 現在我覺得我已經變成公公一樣 公公嗎 哈哈 哈哈 來來來 嗯 很開心啊 那小姐你會擔心這樣會影響夫妻的關係嗎 對 不 我覺得如果 如果真的再久一點會 我一定會擔心 畢竟我老公也年輕 身高 長相都還ok啦 就是 但我真的覺得沒辦法 因為前陣子我女兒又住院 然後 最近外公也住院 所以我覺得那個 你知道那件事情是要很 天時地利融合 就是覺得 就是想要 可是現在就是沒辦法 現在覺得 好多 初為人母的狀態跟壓力 嗯 對啊 因為像我們那天在急診室 他不是爆屎又爆血嗎 對 對啊 然後我當下其實真的 也想說我是公眾人物標 在急診室裡面大吼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受不了 因為我抱著我女兒全身是屎 但老公不是故意的 他其實也是用最快的速度進來了 可是他就是遠遠的 用走的 可是我女兒在抱血 他這邊整個是噴血的 護士幫他抓住這邊 但是有人需要控制他這邊 但是我在抱住他的屎 所以 我就需要他趕快用 跑的進來抓住他的手 對 然後 我老公其實 有的時候他真的太可愛了 他可愛到我會覺得太 就是 他真的是一個小男孩 因為我們去住院的時候 不是東西越精簡越好 加上我們又在急診室的走廊 根本沒地方放 然後我跟他說 爸爸 我跟你說 你第一次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你帶一個行李箱 你把所有你覺得跟可能會 反正你把東西都塞到行李箱裡面 就帶來就好了 結果呢 反正他來了急診室 帶了一箱行李箱 我們那時候帶了七八袋的東西 然後我就想 我那時候沒有想太多 因為我也沒有時間想太多 可是因為 我讓我老公現在車子上休息一下 人家幫我們移病床的時候 我們是 我抱著我女兒 然後這邊是堆積如山的東西喔 然後 我就想說怎麼還是這麼浪費 畢竟我們帶了一個行李箱了 結果 終於到了 有病房的時候 我就說 爸爸那你把行李箱的東西打開 我們來整理一下 你知道 那個行李箱是 空的 然後 他老公可能還帶了護照吧 帶了空的行李箱 對 我說爸爸 我不是跟你說 東西都塞裡面嗎 就是 他聽 我老公就是很本人的反應說 可是這行李箱很好推 他很好推 可是你裡面又放東西啊 然後結果 不是 我們不是在急診室 有很多帶東西 很浪費嗎 你知道其中一帶是什麼嗎 小福星萬聖節的衣服 所以他要去Halloween 在醫院辦就對了 他是不是太慌張了啊 所以就 可能他打點滴 他怎麼可能還穿 那個 Halloween 因為我小孩是在 萬聖節的前一兩天出院的 所以 他覺得我小孩很可憐 因為學校在過萬聖節 他就覺得我是一個爸爸 我必須要付到小孩的心情 可是你知道他帶了不只一套 他帶了毛怪 白雪公主還有青蛙 有毛 而且 就有點是你知道那個毛怪 是有一天 我們就是在車上等他 等小福星小睡一下 然後他就說 欸媽媽我去寵物公園幫Cuffin買個東西喔 結果他出來的時候 竟然很興奮的跟我講說 媽媽 我幫小福星也買了一件 欸我心裡想說 你去 你剛剛是去狗的 所以都是狗狗的衣服 對 他去買狗的衣服給我女兒穿 一般是穿小 是拿小孩的衣服給狗穿 怎麼會是把狗的衣服給小孩穿 好 結果好不容易 都弄好了嘛 然後回診那一天 醫生說 可以 去上學了 就是不會 不會對別人不好 不會傳來給別人的時候 可以去上學的時候 你知道多離奇嗎 領藥等200多號 我說沒關係 爸爸你們兩個先下去等 我去領藥 我在上面等一等 因為肚子太餓 我就買一些東西去逼兔 想說現在車上吃一下 你知道我老公在幹嘛嗎 他在幫他 你知道那天幾度 那天外面室溫30幾度 他在幫他穿毛怪 蛤 蛤 你是 你剛剛把毛怪 整件都是那個珊瑚龍喔 就是 整件是 禮拜一 會穿回個子 我老公已經 就是還有200多號 然後在車上得快兩個多小時 結果我女兒就穿了那個毛怪 那我就滿身大汗嗎 就是冷氣開 喔 會不會很想跟他那個 我不是 也不是因為這樣 就是會覺得 因為我老公很天真 就是很可愛 然後就會變成是 你就會容易 比較緊張 對 你EQ蠻高的 你可以都 忍 就是不發脾氣 我覺得經過了這一次的 去醫院之後 我會覺得好像能夠理解他的一些想法 就是 他雖然說做錯事情 可是他也是很緊張的 要回家拿東西 其實他在車上 我叫他先睡一下 但沒有父母是睡得著的 所以其實他也是有這樣 來回來回來回來的跑 對 然後 對 就是比較天真嘛 因為跟你的集體早爆到有什麼症狀 會熱潮紅 有時候一睡起來就會 這邊以上發燒喔 但是是沒有溫 就是量體溫是沒有發燙 是正常的 但是全部這邊都在發燙 然後 脾氣也真的變得很暴躁 就是真的是 對老公 脾氣也變得很暴躁 然後 口乾舌燥 就是你怎麼樣喝水 都無法滿足身體的渴 然後 就是不想說那件事情 跟 帶小孩其實 其實 也真的會比較容易累 喔 那就是吃藥可以改善嗎 我有吃 就上次到現在 我吃了兩個多月的藥 荷爾蒙 每天都吃 對 但 有改善 我覺得我皮膚變很好 可是我有時候忘記吃 我隔天就真的會不太舒服 對 嗯 草葉沒有停機的問題 看得出來 對 欸草葉姐 他現在四個啦 所以他比較沒有 對 所以會有第五個啊 沒有啦 沒有啦 不要笑啦 不是草葉姐渣了 他沒有錢啊 他不敢啊 對 我最近真的在思考這個問題 好 不然他上都幾個人 他還多生幾個啊 對啊 剩下四個 不怕人 孩子都不上都幾個 真假的台灣人們的那個 那個 人口 那不能靠我要大家 對啊 真的 對啊 小潔再拼一下 對啊 小潔已經 停根了 趕快開機再拼一個 但你兩個月前問我這個問題 我會 斬金截鐵的說我不要 不要 可是我現在 因為我這個問題 就雖然還沒開機 講這個有點過張 可是我會覺得 我會想要有一個人可以陪他 因為 不然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他們打給我的時候 我都在帶著小孩在外面 就是讓人家陪他玩 我就覺得有時候看到就是 可能朋友家有兩個小孩 就會覺得他一個人的時候特別 嗯 可憐 可是也不知道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之前是 卵子很不健康 是幾乎是不孕等級 所以你說要不要再有第二個 其實 不一定 因為我只動了四顆卵子耶 那你還有三顆囉 可是 你知道一次喔 就是你要這個 用試管 你最少要有十顆 喔 所以你必須 得要動到十顆 你才能用一次的試管 嗯 那還是很辛苦 對啊 那小小哥要不要抱孫子 對啊 抱孫子啊 你啊 我什麼啊 有沒有想抱孫子啊 抱孫子啊 你問他抱孫子 他疊過 對啊 我怎麼知道呢 沒有沒關係 怎麼知道 孩子都大了 不要了 他們 我覺得男孩子最好是四十多歲才結婚 真的不要清楚 現在二十多歲了 比較都是小孩子一樣 失常不清楚 還有是工作方面沒有很固定的孩子 對不對 所以男人是 現在男人四十歲是 看起來很年輕啊 對 對不對 對啊 你看我六十歲了 孩子三十多歲 孩子三十多歲 OK的 對啊 我這時候 抱怨很好 對啊 開心嘛 心情好嘛 每天都 這時候我這男孩子呢 都比較 四十多歲才比較成熟 穩定 才結婚 現在他們二十多歲結婚 三個孩子 九妹是誰 最複雜 是我 對不對 想要各位幫忙帶孫子嗎 會想幫忙帶孫子嗎 如果有孫子 我一定 我喜歡帶孩子的 兩個都是 現在不要 兩個都是三十多二十歲 我希望他們四十歲才結婚 對啊 然後我可以幫他帶孩子 對啊 不然呢 他們 工作不穩定 九妹三個孩子 都是我負責 那都不好 不同 巧言嘛 巧言賺很多錢 哈哈哈哈 那麼年輕人三四個 對啊 我就是 我 我賺了那麼多錢 多個三 兩個 巧言多厲害 對啊 還有啊 還有 在台國啊 有很多孩子 他不 他不帶他 在台國啊 對啊 巧言一下 很厲害啊 對啊 啊 想什麼啊 今天不是公益嗎 對啊 今天不是公益嗎 你呢 我 你們孩子啊 我沒有孩子 我自己現在也算停機了啦 我自己給自己停機 為什麼 因為我的工作啊 幾乎全部都是女生 要解釋一下喔 就是因為我自己在組一個女團 嗯 然後有從香港的啊 然後台灣的啊 很多學生來選秀 所以我每天都要看那些女生的表演資料 我看到我都已經 麻木了 麻木了 對 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 對 跟我一樣 對對對 但是對男生還是沒感覺 沒感覺 我跟很多明星拍戲 很漂亮的明星啊 中秋紅啊 周萬宇啊 很多人 王祖勝 那哪一個讓你最有感覺 沒有 因為 你現在平常晚班的時候呢 你看到水長 哈哈 是喔 有什麼感覺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對 對我認了解 工作已經都已經麻木了 也好 把事業弄好一點 才生孩子 沒錯 你剛剛講的那個標準 就是符合我的標準 對 四十多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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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